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神秘之日和大家见面 上次我们开始说到最近有一份论文 引起了广泛讨论 我回去看过 事实上在主流媒体内 这份论文也引起一定的注意力 所以我今天都决定我们去讲一讲 可能有点关于熊外星人 上一集都预告的 这一件事件 但在你讲这之前 就很多谢在英国有位网友 回应了我上星期涉及到一个问题 应该是1995年 我没有记错 我没有真理教在东京 发动三零毒气的事件 当时我提到 在神户大地震之前 我没有真理教已经发出了一个预警 这位网友虽然身处在伦敦 他都精通很多国的语言 如我所知 日文他懂得看 他在Facebook群中写了这一段 我读给大家听 根据前教徒高桥英利的自传 Umakawanakikan 我希望我的日文也讀音准确 当时麻原叫他研究 尖算1995年里会发生的天灾的方法 然后他就做出一个 只能算出地方 不能算出时间的地震 尖声述软件 于1995年1月8日 我没有真理教自己经验电台旅 麻原问他哪里有地震 他回答在兵库园即神户附近 广播后高桥自称后悔 预言地震会在神户发生 因为他觉得关东的可能性比关西大 到1月17日地震发生后 麻原想起之前的预言 并对高桥说做得好 这个原来有根有据 他找到一些日文 另外一个说法 来自艾史研究家田原田实 他见到有一堆Twitter说 澳母真理教寓言过神户地震 便反驳说 1995年1月8日的电台节目高桥 预测过的地震日之时9月16日 这个有另外一个 对回那个时间 对回那个时间 刚才我读了一段日文 我不知道自己得不合 但那个意思我知道 奥马就是奥姆 奥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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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归環 而是归回復正常 归原 归原 应该是从奥姆 真理教回到正常 我理解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教徒 虽然我们上次没有提到 但我也有提到 高桥先生 高桥英尼 他就说他是直接负责计算地震 但问题就是地震 占星术这些东西 我又不是太理解 Anyway 即使有这两个说法 都不否定我上个星期提出 可以认为地震 首先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我没有真理教的人 预测到这件事 我不相信真的有一个 地震占星术 或者地震占星术 占星术这个软件 是有人預先告诉他 他们未必知道 这是人做的 总是有人提醒他 他们去做了一个喉舌 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讲的 就是我想 我猜测的一件事就是 是有些人 有些能力去做了一个人做的地震 或者他用了他们的不新的研究 想看可不可以控制到 这个地表的这种变动 而这个实验呢 就透过放料给奥姆真理教 或者这些相关人士 去做成一种所谓cult的后演 有些人想说这个是原家 是 在近代社会 其实这个都相当之多 是 这种做法 是 比如说 地震这个灾这个灾害呢 嗯 一直都很 我想 很关注 无论在科学 或者在其他原学方面 因为地动这个力量呢 是真是很影响很多个人的 整个社会的转变 我都很有印象 我们是在中国的成都那次的大地震 也有很多朋友 他都透过丢了很多资料 想我们去整合 藉着我们非碟学会的渠道 跟传媒有一个叫做 其实在中国的研究 地震的预测学那里 都很科学性 有在那个时期 2008年的那宗事件 都有个事先提供 这个我们已经提供 对 他有很完整的研究的资料 那时也有拿来我们的非碟学会 很希望我们说 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 就不要说很神怪的形式 就是这样 就将大家都知道 其实有这种研究 还有关键就是 其实就事先已经做了一个预警 不过就是最好可惜 这些是中国自己的内部的研究 但是研究了出来 中国政府对他来说 都做了一个不太妥善的处理 但是那个事件出现了之后 其实大家都很想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他会觉得 这种地震的研究 其实如果大家都是 如果掌握到一些数据 是可以预测到的话 是不是先做一个事件 令到大家有个准备 更重要 因为政策的原因 来去 漠视这种推刀 所以那次 其实我们都是很慎重的考虑 为什么要找菲利亚会 我想他们有几个主流途径的传媒 发觉是默不关心 这是一个问题 而是说我们会不会 就算被人当作 你会不会 你讲出来的时候 那种叫做 认受性不够强 但是我们那时候 都会常常都很强调 一种 我们就是一种口号 我们说 你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要不知道 因为你不信 可能你有个很科学的 那种很谨慎的认证 那你可以不信 但是 原来是人家一早 已经有预测出来的时候 这些informations 麻烦你要掌握一下 是的 去到最后 现实 如果出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这种掌握 那我们觉得 这个反而是最正确 和我们很想做到的那样东西 上个星期 涉及到日本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对日本不太熟 其实Tesla的那样人 不太熟 有一个我都说错了 就是现任日本首相 安門俊三的外祖父 我当时说了金软信 其实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按信界 是 大家都是较初见识 所以有这个 误记 可以追回来 去补中 是 但是我始终坚持 安倍晋三 为何在1979年 或者1980年 去神户银铁厂 做经理 这个我觉得 大家值得去推一下 是 以他的背景 这是一个奇怪的职业的选择 还有牵涉到 这个是因果律 不是用神学说的因果律 香港叫整个政治 那些是有种因果律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 上一次的题目 我都觉得 都非常之重要 都要抹下它 是吧 因为如果你想了解 现在的 整个社会的推动 你会有很多前因 出使到你会明白 接着会出现的后果是什么 是的 其实这次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我们以前也讲过一次 是 那次的标题应该是 歌背黑力的石鎮 歌背黑力的石鎮 是 即是 原起是因为 我在加拿大时 买到两本书 即是这本 《Magicians of the Gods》 我上次提过 这本 这本 份量比较轻一点 原因是 始终 现在当红的是 Graham Hancock 是 上帝的指纹 是 手指纹 我说了很多次 那个《God》是中数 应该是主上的指纹 是的 一直译 大家都译错 我人未言轻 我一直不断跟证 都没什么意思 其实你是好的 因为这些小小的错误 其实是大大的失误 不是 不是我们这些鸡蛋 鸟骨头 但是 Anyway 两本书的份量都很重 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因为里面的论据本身 它牵涉的范围相当广快 例如有考古学 有天气 有历史 有人类学 有建筑 有建筑 它不是类似标题党的报章 例如《Daily Mirror》 《Daily Mirror》 或者《Daily Express》 那类的报纸 是上次我们引述的 每天电信报 都播了 而竟然 促动了 我觉得人家要说 英国一份科普雜誌 《New Scientist》 都提 他提 他们也很小心 他们说 这个说法 是一个猜想 要找到那个证据 仍然有距离颇远 但是 他说完之后 我真的去看那份论文 这份论文 大家现在在网上找到 那个篇幅 不太长 大家有18 你看到PDF file 就是18页 如果你看整个 一个小时也不用看完 当然里面有一些 叫做 比较专门的术语 可能我会解释 但anyway 整个论具 或者逻辑的推敲 不是太难明白 你可以说 说 那个说服力不是太强 但是 我看完之后 有些是值得说的 第一件事 就是这两个作者 排头的是Martin Sweetman 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院 一位教授 后面那位是希联裔 也寫过一些近乎神秘学的东西 例如 他们考古的是 他也有在黑莉特铃的岛 有一个迷攻 他有做的那些考古 那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 为什么要去到 苏格蘭的外丁堡大学的工程学院 去做考古 我亦都不太理解 第一个理解 这是这位人兄 現在這位當紅人兄 Grand Hong Kong 是蘇格蘭人 他亦是外丁堡人 大家都是蘇格蘭人 是不是很好談? 當然好談 而且最關鍵是在那裏有很多失落的 就算是中世紀的那些聖堂武士 他都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去到英倫那裏 突然隱蔽了 所以可能他們留下了很多本土人 都留下了很多 掌握到實在的證據 但被人稀釋了 他們正正地保留 剛才阿基奴講過 詳細一點講 因為傳說聖年沒有事 他們其中一枝逃亡島 就去了蘇格蘭 蘇格蘭應該是最早組織共濟會的地方 蘇格蘭有很多人參與這個活動 就算在香港也會發現這個現象 所以由他們去發掘這些材料 包括聖年武士 古文化 石頭文化 這就是石頭文化 由共濟會那裏對石 起起聖殿都用石為主要 蘇格蘭當之無愧 尤其是愛丁堡那邊 他當然在文中沒有推銷這個作者 但兩個因脈相承 而且如果你看完這個 是引證了他這個說法 引證我當然有一個引號 實際上證據有多少去到幾硬正 大家是可以絕對質疑的 所以這些報章的報章都會說 大家就先聽著 但因為這個說法 標題是確認了 我們就責任他去到幾成 或者什麼具體的證據 他有提出一些所謂證據出來 裏面提出一兩個術語 我覺得首先要介紹一下 第一個叫做Cohering Catastrophism Cathography是大災難 Cathrophism是大災難主義 什麼叫Cohering呢 你看它的字面有點糊塗 Cohering是相對於Stochastic Stochastic即是Random 不知什麼時候 無規律 和充滿意外的 Random 這個Catastrophism 其實是嘗試解釋一件事 就是在地球 現時我們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 曾經出現過一些很大型的災難 這些災難其中一包括 譬如突然間有個很大的隕石撞撞地球 理論上這件事不應該太負爭 因為如果你看尤卡丹半島那套 他已經撞了一次 撞了一次 撞下來之後 有個解釋就是 搞到天理的變化 搞到恐龍死了 如果你說這件事肯定 大家怎麼會覺得去提倡這個Cathrophism 這個大災難主義是有一個什麼問題呢 原來是有的 至於Cohen Catastrophism的意思是 在某一段時間 特定的時間裏面 出現了外來的衝擊之後 它是影響了一段時間 出現了一個繼續的撞擊 這個意思就是撞下來之後 有一顆很大的 接著它撞到地面 散開了 又再撞下來 導致在地球裏面 出現了一個地貌 天氣 生物上的變化 那個影響力是很大的 其實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因為這個它為什麼會說起來的時候 它都確定 而且它是這麼謹慎 因為這個石陣 它發現到目前為止 它都有一個引爆點 就是說如果它裏面的 有很多破解到它裏面的 石陣裏面的文化 那些訊息的話 它就撞倒了整個 我們一直以來的 那個叫文化的歷史記載 就算是傳說 或者是古埃及史 那些歷史 都要再重新修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石陣 到目前來說 他們用科學 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兩次也有說 就是那個考證裡面 它確實是給古埃及的 金字塔的建造 都超過一萬年 所以這個 就是說它裏面 一有些確定的 找到出來 以及科學引證到的話 我們一定要將 我們那個叫做 就算你一直都說 馬亞都提到 十三文明那個 都要重新修正 這個我待會 第二節的時候會補充一下 這個涉及到 一個我很想說很久的題目 但你都沒有機會去說 原因就是 因為自己的殼養不夠 要找一些相關人士來 有困難 但起碼在這件事上 我們都要提一提 跟剛才阿幾道說的問題 但剛才阿幾道說的日子 我覺得要收定一點 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石層來說 大概它最早建築的時間 就是公元前的11000年 加上現在我們在 我們今年是2000年 應該是13000年 這次拍的那個 建成的時間 即是如果你按 所謂主流的說法 大概6000年 現在加上就大概 不是說你那生很遠 那天就大了3000年 大概7000年 但這個幅度是很大的 是呀 7000年 即是說 我們覺得金字塔已經很久很久之前 但這個是更加久之前 更加久之前 我們那次已經提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其實它是屬於這個 舊石器時代的年齡 舊石器時代 其實已經都未出現龍耕 所以我們上一次很簡單去說 就是傳統的對人類的歷史的估計 就是應該在那些狩獵 或者是所謂周圍 觸目的 都未觸目 未觸目 因為周圍走路 然後見地方 他有東西吃就走 是呀 見到有野獸 有藥就打他 有木也不算 總之就是 在這段時間 到新石器時代 那些人懂得聚集 懂得順復一些野獸 例如豬 例如羊 然後養牠來吃 還未種植 都種植的 耕田 在這個時候就進入新石器時代 由這個時候才出現了宗教 但是這個 《哥貝克力石》一出的時候 就否定了一件事 是因為在那裏 其實是找不到 他同時期耕田的一些宗織 反而是後來的 即是說這個是先跟著是耕田 現在常見的人會推翻一個 最原本的想法 其實是先有宗教 後有農耕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何當時會出現宗教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究竟裡面的石陣 它裡面的飛瓶走勢是說什麼 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地方 第二個術語在這個論文裡面 也有說相當重要的 就是所謂這個新鮮奶木的衝擊理論 英文就是 Yunger Dryas Impact Hypothesis 這個和這個 特貝克力克的石陣 是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就是這個論文想要達到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石陣是想記錄這件事的 那是什麼事呢 剛才我們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在公元前的一萬零九百五十年 居然有一個具體的日子 就發生過一個衝擊 即是撞擊地球 而導致地球出現突然間 氣溫急降的狀況 一個小兵河期 小兵河期 上次我說那個時候有少少偏差 即是說得不準確 當時我說狀況下來了之後 接著就出現大洪水 其實那個詳細小消息應該是這樣的 就在公元前一百零九百五十年之前 其實地球出現了一個 類似我們現在的狀況 就是開始暖化 當然暖化的幅度沒有那麼誇張 現在就搞得很大件事 但當時就過氣溫升 其實已經出現了這些冰川 即是那個開始溶解問題 但是突然間出現了一個氣溫急降 因為急降的時間大概維持一千年左右 亦都造成 即是有些人就覺得 造成了一個很大量的 例如是動物上的絕種 或者當時肯定已經有些成熟的活動 影響了一些人的活動 要躲在山洞下面 那時候未必有一堆 動月人 這個石陣裡面的圖影是紀錄了這件事 將整個事件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紀錄了下來 然後就埋藏了它 埋在地上 然後國安回來的時候 就令我們知道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還有它已經開始有一個震法在這裡 你看到出來 是啊 當然你會問 短短一個十八頁的論文 足不足以去引證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我立即可以回答 是不行的 因為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這些 重要去找資料去支持的一些論點 舉個例子 是否曾經有一個真的一個隕石撞下來 它撞下來哪裏 撞下來那裏 撞下來那裏 特別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為何撞下來之後 然後全球的氣候會出現急變 而不是溫度升高 而是急降 是 又例如這些痕跡 怎樣看到呢 那些人為何要記錄這件事呢 他們是知道那個隕石撞下來嗎 未必知道 就算你說現在這個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那個通貝士現在都不知道是不是隕石 是嗎 是 那個飛船 就算都是一顆的流星 不是很大顆的 所以這個整個疑問 在這個文獻上是沒有解答到的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論句是甚麼呢 很簡單的論句是在這個石撞裏 是第四十三號柱 那裏記錄了一些飛鋒走秀 譬如包括有 不要飛鋒走秀 不知道飛鋒走秀 是包括一隻蠍子 他從這裏推敲一個想法 就是說 當時是有已經知道星座這個概念 天蠍座 天蠍座 這個就是那個四十三號石鎮的樣子 這個就不清楚 待會我們會找一個比較突出的一個繪圖 去告訴大家 你從這幅圖裏面 去推敲到甚麼東西出來 是嗎 是 這一個圖他們全息就是 當時在那個圖裏面 是記錄了一個情況 說這些人出現了傷亡 這個具體的 這裏看不到的就是一個沒有頭的人 黑了一個沒有頭的人 你可以挑戰他 因為是否人 或者是沒有頭的人 就是單憑一個主觀的猜測 即是山海經的那個迎天 是呀 是呀 沒有頭的人 但是他那個最突出的地方是甚麼 最突出的地方是用一個現在發展出來的軟件 是去模擬在他講的那個年代的一個星座的規圖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做出來的那個 是 即是用軟件去做的 他推算出來的那個過程 等一下我們再詳細說 就是說 在這裏他看到就是 如果你假設裡面 他在講的那個星座的話 是對得認的 甚麼時候對得認呢 就是公元前的一萬零九百五十年 的夏至那天 是 就看到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跟著就可以講的一件事 就是 這個 這個 起碼這堆石碑是在講天象的 嗯 其中一個石碑是在記錄一個 關於涉及到 找石撞下來地球之後發生的情況 嗯 即是早於在那個 整個農業社會 或者蜜木社會的出現之前 就已經在這個石碑引證到 就說 有些可能有些叫獵人的身份 那些人就在這個地方那裏 做了一個這樣的石陣 可能是一個壇來的 一個祭天的壇 或者是觀天的壇來的 而裏面已經記錄了很多這些 以天來製造了很多圖騰出來的 一些這樣的記錄 是的 已經神話已經開始形成了 其實在那個地方 你不能夠找到百分之一百的證明 究竟那個地方做了什麼 甚至你可以說 那麼多飛禽走秀 有獅子老虎 有企鵝 不是企鵝 這些做料 即是不會飛的鳥 甚至這些昆蟲 其中一個詮釋就是 可能就是在這裏見到這些東西 然後在那裏跳上去 但問題是有些動物 根本不會在那裏出現 是 是 這是其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這是一個單丁的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人居住 即是現在法國出來 剩下的結論就是 例如剛才阿紀圖提到 就是它是一個觀天的 這是一個天文台 如果是天文台的時候 接著它做什麼呢 你就會質疑一件事 你怎樣肯定它是天文台 因為原來其中有另外一個石碑 即是第十八個石碑 應該有日蝕的紀錄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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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畫 所以你說這個推敲有多硬正呢 不是算很硬正 不過它是由一個工程學院寫出來 是 然後得到幾講法的報道 我覺得可以在這裏 講講 這個 其實它是神秘之一 因為它有一樣東西 大家都很絕絕清奇的 就是它那些石 這些石 巨型得很厲害 最少在當時 它都計算過 五噸至二十噸的話 真正有能力去搬到 最少它的技術 都要用很高超 加上超過五百多人以上 它才可以拿起這些石柱 這個已經在這麼古老的時候 是有這個工程在那裏 到今天都解釋不到什麼原因 其實不止的 譬如說再走這個區域遠一點 其實差不多是一條線這樣下去 當然 你當然是兩個地方 一條直線 但其實就不太遠 在黎巴嫩那裏 這裏是土耳其南部 土耳其的應該是南部 應該是西南 應該是近邊境的 東南部 東部 東部 剛才幾條講過 如果你說真是很誇張的 那條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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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工程 你看下去 其實你沒可能 你會看到那時候的人 是會拿得起的 譬如你看到這條石柱 這條石柱 你一個人在上面的時候 是等於一隻矮 對啦 你的手指 那個人在那裏 就是一個人在那裏 一個人在那裏 四平八穩 是呀 一個方柱形 他那個具體的時間 亦都是公元前 就是幾千年之前 是 為何要做這件事 以及怎樣做 到現在是一個迷來的 所以 即使你可以說 很疑惑 就是究竟那個 在這個 所謂土耳其的石陣裏面 他是不是真的有些人 去觀天 以及將這個星座的符號 是 畫了下來 這個是可以傳移的 但是如果是的話 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 據我們所知 特別這個是一個 西方星座的分法 是 天結座 那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 之前已經有人有這個概念呢 是 如果 如果 不是 巴比倫 巴比倫 也未出現 也未出現 如果是的話 換言之 巴比倫的星座的概念 其實 可能都不是原創的 原來是承接的 原來是承接的 是 另外一個疑問 就是說 在古代 當農家的時候 看星或者看天 是一個很充分的理由 因此影響了你的修成 或者你怎麼播種 但是一個年 基本的文明都沒有的 社區裡面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 這個 如果 這個推敲成立的話 這些是更大的疑問 至於為什麼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所謂這個 災難主義 Catastrophism 構成了現在一個 這麼大的 所謂在學術界裡面的 就是Papu禁忌 我們回來 說另外一位人物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